日前,香港经贸商会会长、金宝国际集团董事长李秀恒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,2021年3月,全国人大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给未来的香港指明了发展方向。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,香港将迎来新的黄金时期。 人称钟表大王的香港商人李秀恒从事钟表行业数十载,曾任香港四大商会之一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会长。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从商大半生,李秀恒见证了香港商业史上不同时期的黄金年代。 内地开启,生活提高了,然后也开放它自己本身的市场,所以我们香港当作是出口主导,现在也可以有内修。 回归了,新年的时候,香港又不一样了,内地的公司开启来香港,所以把我们很多经济都是拉动了。 那么往后呢,内地的游客旅游行又来了,那么所以我们旅游啊,对第三场发展是很厉害的。 在李秀恒看来,新日香港经济的每一次腾飞都与国家的发展脉动息息相关。 如今,国家和香港面临新形势,迎接新机遇,十四五规划一字千金,为香港拨画出新的蓝图。 从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、旁运、贸易中心,到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、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。 李秀恒认为,只有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,认清自身定位,香港经济才能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 我们香港是一个基金中心,金融中心,国家的企业那么上升,那么厉害,它需要庞大的基金。 年轮基金是哪里了?香港就可以上市。 我们的股票是一半以上,都是奈临起来积称的,都是他们来上市的。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拥机的渠道。 很多海外公司,他们的海外办事处,海外总部都先来香港,因为我们的税税税低,还有我们很好的法律几度,所以把他们吸引过来。 在李秀恒公司的一方陈列市中,宋代的如妖小盘,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瓷品,青乾隆时期的花卉文大纲等精美文物和艺术品随处可见。 这都是他多年来的收藏,从商之余,李秀恒钟爱文化。 他直言,此次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香港的文化地位写入国家规划,意义重大。 他表示,发展文化事业,香港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 因为香港我们是得天独厚的,现在你看,香港历史博物馆,美术馆都在装修了,然后我们西九龙的文化中心,文化区也开发了,然后也要故宫。 那么另一方面,现在达湾区的文化场所很多,所以我们香港的艺术团,我们的戏剧团团,很多艺术表演,画展都可以。 李秀恒坦言,如今的香港面对巨大的历史机遇,他说,希望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凝结共识,积极对接十四五规划,推动香港这颗东方蜘蛛再次闪耀光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